预理证明代表定期会19号由吴朝成周阮英两位代表进行总质询 一开始先由吴朝成针对他上任第三年 每次定期会都会提老旧路牌修缮建议案 但是政公所却迟迟没有动作 这次再度提起要求政公所重视 预理证明代表会19号由吴朝成周阮英两位代表进行总质询 一开始先由吴朝成针对他上任的第三年 每个定期会都会提老旧路牌修缮的建议案 但是政公所迟迟都没有动作 这次再度提起要求政公所一定要重视 路牌的话因为我在中城里也听了很多声音 路牌就没有办法解决 做什么大事 所以科长 这一点优先办理了 好不好 好的 因为我中城里差不多67条路没有路牌了 另外周阮英代表则是针对玉里大桥路灯 故障率相当高 17盏灯就有8盏灯不亮的比例高 希望政公所能够重视路灯民众型的安全 玉里大桥是本地人外地人出入 玉里的门户就是必经之路 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 对不对 经我报修之前 17盏有一半以上都不会亮 我希望政公所重视这个问题 希望能加强维护我们玉里大桥的这个门户的路灯 政公所也针对两位代表一一回复 会后也都会立刻着手来处理 路灯以及老旧路牌问题赶紧修复 来重视玉里正名的新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见采访报道